Sweeper这队伍是这样的 杰斯特别瘦 打的英雄一个比一个壮 兰博特别壮 打的英雄一个比一个瘦 是 每个身边都有一个比较身材魁梧的 是 真违和感 是的 好的 那么下面进入 KPL常规赛第六周第三天 总共第六十九场比赛 Sweeper蹲阵GKBO赛的第一场比赛 蓝色方Sweeper 红色方GK 是的 那么为大家值得一提的是 Sweeper目前来说他的战队里面 最喜欢拿到的英雄分别有三个 一个是赵云 一个是曹操 一个是诸葛亮 那目前来说的话 一个打野 一个上单位 一个中单 是 尤其是曹操这个英雄 在目前来说上场十一场 胜场的话其实中规中矩 一半一半 是 因为Sweeper今天总体的战绩 最近比较堪忧 所以说他的一个胜率不高 也是能够理解的 杰斯在尝试了一段时间的 一个辅助位置之后 还是回到了一个上单位 是 他还是要打上单的 虽然逼近国服力上单 我们现在看到的话 直接双方搬得非常果断 露娜 李白直接搬掉 针对GK这边针对的比较狠 其邦针对打野位在打 是 我们看一下 GK这边是搬掉了老夫子和诸葛亮 没错 那同样的话 老夫子这个英雄呢 在目前来说 已经成为一个最热门的上单英雄 而且有的打法 其实一辈子只能打一回 打完一回之后再也见不到 百年用老夫子偷了一次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第二回了 是 不过讲道理的话 这个英雄啊 在目前来说 能克制他的英雄真的很少 你说单抓的话呢 一为一没有 就很少有英雄能够打过 是 你要抓的话 必须要派两个人以上 这样的话就大大的浪费了 自己的一个团队资源 是的 那么Sweeper这边拿阵容 其实一般倾向于前期的入侵 他们的一个战绩 虽然不是特别好 但是衣血率其实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排在了前列 然后场军的打野击杀 其实相对比较高 站到排在联盟的一个 相当靠前的位置 是 而且我们看到 GK这战队是在衣血胜率方面 还是比较低的 没错 他们对敌方打野选手的击杀伤害 在两万 就是说他们对 非常喜欢击杀敌方的一个打野选手 还记不记得昨天的比赛当中 这镜头一给到Sweeper的成员的镜头的时候 台下的粉丝就哇 是吧 是的 这是Sweeper模特队 对 对 不让场 看一下GK这边会怎样选择 Sweeper一选是拿掉了一个杨姐 现在看到的是GK的三名成员 还是有一个小粉丝在后面实力强劲 是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 场面上目前还有不知火舞 还有这个 剩的击杰 击杰还蛮多的 对 刁铲也还在 刁铲也还在 高献力也还在 马可波罗首相没有问题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 GK这边还是比较擅长于打射手 是 这样的话 GK这边 Sweeper这边其实可以尝试到 把花木兰直接拿掉去做上单 然后减来打野 GK这边相对会难受 在打野方面的话 目前还说还有赵云 Sweeper这边很有可能会拿掉 赵云这个英雄 是 优先级相对比较高 对 毕竟效准的赵云确实在目前来说 表现还算不错 哦 还是花木兰 就是说人啊 有时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对 打比赛不能跟版本作对 是 对 拿个花木兰上单 更稳 该抢就得抢 没错 而且花木兰这个胜率 看来有67.4% 非常高 是 那这样来的话呢 其实花木兰在跟杨减的一个分路上面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分歧 我们待会来看Sweeper 到底怎样进行一个分路 对 那打野的话呢 这边达摩肯定是要去进行一个打野了 我还真觉得不一定 有可能达摩是辅助 然后上单花木兰打野杨减 其实这个几率我觉得相对更高一点 是 因为现在的话达摩在个别队伍拿到他会做打野 大部分有一半以上的队伍拿到他是当辅助来打 现在看一下GK上单也是没有什么可选 哪吒跟刘邦拿一个 其实我倒觉得GK这边还有一个英雄 像刘邦可以选择 其实刘邦我觉得比哪吒要好 因为刘邦配高剑离 要比哪吒配高剑离效果好多 而且刘马组合也是可以去尝试的 那这样的话刘邦可以搭配中单搭配射手 都有一定的联动效果 没错 这个高马 这个刘高组合 其实比刘马组合还要凶 是的 这个免伤出来之后 高剑离基本上就是一个 真的不是唱离歌了 对 铁哥进去以后根本打不掉选 短时间内处于一个打不动的地步 是 比肉还可怕 我们看一下他们四选的话 是拿到一个张飞 是 于卿也是果断地 选到了一个辅助位置 这个阵容其实对于LYR这边的 一个输出要求很高 因为单单高线离对轮爆发 伤害是不够的 而他们本身的话这个阵容 两个大肉盾摆在这里 哪吒有一定伤害 但是还需要 把可波罗打相当高的一个比例才可以 不过目前来说的话 GK这边缺乏一个打野英雄 而现在来说打野英雄的话 比较好的像是弓门武藏和赵云 还有一个纳克鲁 不过纳克鲁鲁现在在选手当中的 选举率已经非常低 相对比较低 年轻英雄他是传说中的有来无回 是 而一头栽进去不一定能出来 那么Slimber接下来的四五手 非常果断地 直接拿到了一个可保后期的莫子 一个可打前期中期的渔记 我知道啊 这离久的莫子玩的是很多 那现在这个莫子呢 他的一个出场率变得这么高了 是 讲一下为什么这个莫子 现在出场率变得这么火热 其实因为职业选手用得多 战绩好自然而然用得多 包括阿泰啊 Dawn啊 蓝博啊 一众选手都秀过这个英雄 但是作为一个莫子爱好者 其实我不太 就是这种场面让我很难过 因为拿不到了 是 是 GK的最后一手公本五脏 果然是拿到了公本五脏 其实赵云的话 也是可以尝试去拿一下 是 反正赵云的话有点怕 就是对面这个阵容的话 那进去不一定能出得来 因为莫子的话不太怕照顾 鱼姬的话 其实也不怕你照顾单切的 不过也是看到对面 因为有一个莫子和鱼姬啊 没错 所以公本五脏 这个一技能可以挡挡技能 还不错 能挡满多 而且公本五脏还有一个稳定的开场 是 那这样来的话 双方阵容已经选定完毕 是的 我们看Sweeper这边拿到的是鱼姬 莫子 花木兰 达摩 以及杨茧 GK 额诈 高简离 马可波罗 张飞 公本五脏 双方召唤之技能方面呢 Sweeper带的是四个闪现 一个成绩 是 而GK这边的话 应该是要有加选 其实张飞的话有两个选择 一般来说不是治疗 就是晕眩 是 这场偏谱 关键点我们看到GK这边高简离 一尬的这里是看到对面这个衬绒 真的不带 必须要带一个进化 怕呀 对 真的怕 一旦是被晕到 那就是不死不休 是 一般带闪现的高简离 就是真正的一路火花带闪电 拿着菜刀砍电线 但是这场比赛这么带不行 是 我们来看一下假设 莫子一炮定上去之后 达摩马上一个一技能吹翻你 这样的话 你如果说高简离不带进化 是 那真的有可能会被一套控制 没错 这玩意的进去以后 直接贴脸吃莫子一个大招 他也吃不下 到中后期的话 而这样来的话呢 双方的话阵容已经挑的完毕的话 看一下 在前中期的时候呢 我感觉Sweeper这边 会稍微的强势一点点 没错 其实阵容方面来看 不到4的话 GK有点打不过Sweeper 但是到4之后 张飞 公本五藏 高简离 都是质变 马可波罗还好 马可波罗的一个一级大招 伤害并不是特别恐怖 是 但是另外三个点非常强势 而且还有一个能够 从上单位支援过来的哪吒 但是Sweeper这边 是没有传送型选手的 所以如果一旦到4的话 第一波团战 单从阵容上来看 GK这边其实小战优势 是 但是没有到4之前呢 因为Sweeper这边 几乎所有的人都携带小技能 没错 那小技能都带控制的 而贼能打 对 达姆的E技能 包括花木兰的被动 木子的一炮 杨简 鱼姬 这阵容特别强 所以说这场比赛的 第一个关键点就是看到 Sweeper在第一条暴军之前 就是双方都达到4E之前 能不能给GK一波很大的压力 将他们压制住 如果能够压制住的话 GK这边其实 在中期可能就很难过 但是如果4E之前的压制不到位 很可能到4E之后的一波团战 被GK直接把局势搬回 是 一个小小的节奏 能够决定一个战场的总向 是的 好的 好 那么下面进入Sweeper 对于GK的第一场比赛 蓝色方Sweeper 红防GK五次结束 没准 我们是九天 看一下双方的一级团情况 这边Sweeper果断 来到对方的一个 红buff的河道处 余青这边也是探了一波视野 但是应该是没问题 张飞还是比较弱 这样的话我觉得张飞 如果再不走的话 有可能被留住了 这波其实拖时间 他是在拖时间 给下路的话 队友创造一个更安全的 一个偷偷的环境 但是其实这样一来的话 我觉得对于马可波罗来说 虽然说双方都是各换一个红buff 但是以红buff的这个 绿油率和转化率来看的话 这边马可波罗会更亏一点点 简单来说的话 鱼姬不太吃红 马可波罗很吃红 不过这拿了红的话 其实马可波罗也背不过鱼姬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对 前期这是天敌 双方现在也是越来越喜欢 利用这个红buff来搞点试试 而且喜欢换路 先看一下 蓝博这边想抢 这个也怪 但是看不到视野 这边查到事情打的 好像有点远真抢 真抢 但是 我的天哪 还好这边是你家的防御 是 因为对面的现在反的 这个位置打了起来 杨简先咬中 这时候Sweeper有机会 鱼姬这边又被击杀 而且Fighty这边一个也走不了 再一口 再一口咬上去 这个狗刷新的太快了 是的 果然也是我们说了 Sweeper在4E之前 确实比GK要强 而且GK 这边其实鱼姬最近打得很痛苦 昨天他也是这样的 在打辅助嘛 一旦到了逆风局 就真的不是鱼姬 你头都要被打肿 没错 太难过 而且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 在英雄分配上面 孝主是拿到了杨简 孝主是拿到了杨简这边英雄 是 而杰斯拿到了花布兰 没错 毕竟孝主这边没见着打野 看下 百年这个位置 等了一秒 等你的走位 他想等他的二级能用一点 是 但是百年这边 一瞬间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伤害还是少了一点点 没有杀掉这个 一个人穿不动 尤其这边二级 其实看到对方在哪 这个暴军 但是 Sweeper这边不太好办 GK这边4E直接攻门5张到4 下去就是一套 蓝波还没到达4级 GK赶紧撤一下 危险 在这边再跳一波 取近年四 闪现走掉 这波极限的逃生 继续来了一波 孝主赶到孝主打到4级的 我们看 Sweeper这边只有3级 赶紧撤一下 逃生很完美 但是比较不大 就是你这波走了之后 这暴军你就不好拿了 是 感觉这波暴军的话应该要 敢不敢动 没射手也不敢拿 对 双方都不敢拿 那双方这局的话 GK由于是没有射 有射手 有一个马可波罗 没错 是 那这样的话马可波罗在上路 和这个鱼姬 是互相发育一下 反正这边其实还不太怕 就刀到4级的鱼姬 张飞加马可波罗 两个人我也不太虚拟 刚才看到 其实Seeder这边这场没有打 就导致这个打野位 非常的果断 打一个多大招之后 看杀不死了 阿波 立马转身年龄一波 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击杀掉 是 这样的话导致Sweeper 借着一波 对方支援打上路 几款强行的 哪里有宝具 我们看这里又是在 剩下一个什么武装 看到情况不妙 立马射退一下 是的 我们的游戏 我之前说了很多次 分几个阶段 4级前是第一阶段 4级之后是第二阶段 中期第三阶段 大后期第四阶段 是 然后六神装之后 无限换装备是第五阶段 还有复活甲阶段 没错 就是你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等下往过走 GKJ这种的话 怕的就是四级之前 打不过 是 我们最怕的就是 十打十阶段 是吧 一个接一个站起来 是的 20个人的游戏 西哥还在追 但是这边明显伤害不太够 而且杨简的话 张尼满血的一个笑组 摆在这里 真的就是他在笑 你再追我就把你组了 是的 他叫笑组 其实在目前来说的话 比赛还没进行到 4分钟的时候 这边Sweeper 已经领见了2000的经济了 没错 所以目前这个分段 还是比较的多的 是的 不过还是可以翻回来 不错 其实关键点是在于 现在看下双方整体 经济上来说 Sweeper这边是有一个 小幅度的领先 基本上每人领先 一个小劲儿 我倒觉得GK这边 如果想打开局面的话 可以尝试性地 在自己家的野区蹲一波 因为照这样一个情况 来看的话 Sweeper他肯定是要进入的 是 他这个阵容 就是摆明的 我要跟你打架 GK这边有一个问题在于哪 就是他们那个团战 其实5v5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打一个2v2 3v3 是真打不过 因为目前来说张飞也好 这种攻门五脏 哪吒都是那种大团战型的选手 你让他去直接正面 打一个2v2 其实不太好发挥 是 小规模团战比较厉害 是 Sweeper这边 花木兰 杨茧 大魔救 全是2v2 3v3 特别强的英雄 但是这里的话 哪吒是往前走了一波 中午也是爆发了一个人头 这两个被击杀掉 没错 这好像有点伤了 是 刚刚这边可能也是没有看到 自己家的防御塔爆的这么快 是 他可能还是爆了一个 想防守一下的态度 没错 想拖一下或者说是 看了一下其他线的一个位置 可能看了一个招务 这类话直接被击杀掉之后呢 下路是 下路是 冰零封盘 应该是能守 高点 你这边伤上还是有 前期的一个花木兰还是比较脆 就是说这边也是一个 没太好的经济 是 那也是经过了短短的一分钟 经济又扩大到了4000多的 5分15秒 蓝博这边做出了CD鞋 加上回想之杖 这个莫子有点吓人 接下来我帮你吊起来放鞭炮 是 这一炮炮打上去的话 几乎没有任何人都顶得住 而且我发现孝主这个狗咬了 真的是重 是 现在也有问题上 你别看敢玩养简的人 一个比一个都精准 真的 狗都真的不是用眼睛看 就是用鼻子闻着去的 是 非常准 看一下现在的话呢 对于Sweeper来说 这个百年的发育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对于GK来说 LYR这边就比较难受了 虽然说每波红几乎都拿到了 GK这边如果想要翻盘的话 必须要打一波五人团战 然后最好让高剑黎拿一个 两到三个头以上 三个头以上 还有翻盘点 其实Sweeper的GK为什么现在 说GK难打 因为他一个墨子 前期就这么飞了 只有膝盖是打 看这里的话 GK是被反应了一波 讲道理来说 如果说GK在这里 别击开孝主 这边被大盗 跟上张飞猴大 但GT秒不掉一个杨姐 孝主很肉 接下来孝主跟上 这边孝主手上大招 应该是还没弄掉 你打了百年一脸 那么击杀掉 孝主这边还在压着 孝主这边还在压着 刚刚这一拳头 如果打出来就非常漂亮 这边牛炸跟上 有个问题 巴姆兰这场被张飞击飞一段 开启重剑 往前砍的是并劈不死 百年在找机会 但效主这个位置 看到了全世界的残血 又回头一个激光扫死了张飞 是的 接下来的话 GT在这里继续跟VADING作战 没错 强行击杀 是 这波团战的话 双方打得其实很胶着 虽然说打得很激烈 但是双方就是二晃了 没错 而且是比较难得 输出这一个达摩 就是一个人在别人 四个人中间 活活搅了大概有 我感觉真的最起码都有七八秒 是 我感觉刚刚输都是没有大招的 他要是大招打出来的话 真的 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是 那个位置 但是他真的比我想当时 房的多了些 可能真的对这个 选手的投行 跟英雄投行比较相似 是 打出来效果有加成 而且发现杰斯的 他的一个制约能力 确实在整个团战当中 掌握得非常好 对 他以前就 职员速度快出名的 之前的上赛季的时候 杰斯最多的精彩表现 就是直接 及时的职员 绕后一波斩杀 但是他现在来说的话呢 出到一个半肉出装 就能够贴死你的本颜 马上要做反伤刺甲 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先不管你高剑离 先把你马可波罗废 马可波罗这边的话 第一个大剑还没做出来 就是末世 但是杰斯这边 已经是红脸斗篷 马上要做到反伤刺甲 这两件装备一出的话 马可波罗基本上在前中期 已经可以说是崩盘 我觉得现在的马可波罗 在目前的局面上来说 已经算是废了一半了 对 他目前来说这样一个出装 打对面的任何前排 包括杨简 包括花木兰 都处于打不动的地方 我觉得打摩他都不一定打得动 是 他现在如果出了末世 能打得动输出 对 但是出了末世的话 依旧打不动一个60%减伤 两个大剑还有反甲的一个花木兰 这个实在太硬了 是 还必须要依赖一个红buff 但这个红buff的话 别人不一定会给你 所以炮伤害有点起来了 莫子在这个时间段 一炮能打这个伤害 就有点过分 还是关心打的一个肉身是吧 没错 打的是个工本不当 是 现在的话 对于GK来说 局面非常不利 下路的话 能打也只能被动的带下线 是的 但是野区被压制的话 对于IY来说 就 杨简又是一个二技能 抢到了这个红buff 没错 其实莫子的炮 已经被Seer这边 一个一技能挡掉 当然前面杨简 我来说这个 是 张飞这发大虎 出来之后呢 整个局面不打也不行 我再飞到一半 急刹车 转身打杰斯 但杰斯 在60点上很重 一个一技能 差点吗 一边直接劈死转身 跑出来 打破一个大招 捶住三个人 消除再收 再来一炮 这一波的话 Sweeper的一个输出 好 逼得够了 水圈吹三个 而且全部吹在了 红buff这个凹口里面 没错 这样的话 这种挑战一下来也是 情理当中的事情 是的 像杰斯在四个人当中 扛了一波 一剑劲残 对方中单一个的高减敌 然后切双剑还跑出来 这包 我去 这里 哪吒也危险 三个人抓他 不一定走得掉 还是两段前滚翻 可是对面全是控制 没办法 我觉得这把的话 Egard这个能带着进化 不仅没有打 刚刚那波团战 他的一个大招 是只给了杰斯一个人 没错 没有大到了一个整个团战当中去 还不敢进去 是 他不敢进去 如果说这时候带个闪现的话 可能对于整个团战来说更好 他还进场的话 后面有一个莫茨夹鱼姬 所以这个爆发 瞬间都不能秒掉 因为现在的一个高减敌 并没有辉跃这些装备 所以他其实根本扛不住 也是非常可惜那事 不过我们也是说到了 这个 格施之间 那个鱼熊掌不能兼得 是 你拿了闪现 就没有进化 改年这边直接做到了制裁之 然而杰斯金面 我们来看一下 9分57秒 身上的魔女斗篷只差200块的 现在的杨姐就是一个全场当中的爸爸 是的 他不是认为 我看到你人我都敢放走平 没错 而这个巴姆兰的话 经济也是破7 这个重体14-2 经济差直接拉开到了7000块 是 这对我的一个主宰控制力 说实话 都有点惨淡 是 一个19% 一个25% 对 这个谁也别说谁低了 大家差不多 但是达摩这里闪现过去 这边锤的稍微一点晚 其实真的 当年那个四川关羽 成都关羽 输出 以宋死流关羽 文明王者侠 是吧 但是现在的话 最近打转辅助 表现的也还是不错的 是有点刺激 Sweeper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就是 虽然整个衣服都不够 但是 有一段时间的磨合 可能还没弄到位 今天看出来的话 这个Sweeper 感觉是越来越好 没错 像下路他Fightly这边没劫死你 他明显打不过 是 华姆兰现在的一个单挑能力 就是在整个上单英雄里面 都是属于 是的 我们说到的老夫子这个英雄 不是单挑强吗 是吧 我今天打不过 听到现场的这个 呐喊 死起彼伏 是 我真的想说Sweeper粉丝辛苦你们了 庆幸你们支持的战队 是一个爱打前期的队伍 是 对 如果你支持的是一个爱打 膀胱局的队伍 是不是 照你们这个喊法累死你了 是 我用多倍几片 是 对了 是 博家比赛目前才打到11分45秒 已经差达到这一步 深度的难打 是 那现在主宰先锋 一旦到来的话 中路这个高地也不一定能够死住 没错 鱼姬这里一剑 直接射到IYR一半的血量 大半条血 一炮又是半条血 现在的话如果有人同时中到一剑加一炮 基本上就 全血待着吧 告别这个事件 是 诱一下 这高地其实不要手啊 你这血量抄 这一种 那一炮 我直接粘招秒掉了 没错 狗得非常准 进场 蓝波控三个 但是这里话孝主也被交代 是的 输出一拳轰飞两个 再粘 鱼姬被打中 是 输出该撤一下 输出残血 拿这个其实 送死流嘛 对 再来一炮 这一伤害简直啊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肉还是后排 都是一炮 回家待着去 其实确实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算一下 蓝波现在的一个装备应该是 拿到蓝霸斧的话 40%的减CD应该差不多 40%的减CD 15级 基本上3秒一个炮 现在是12分45秒 算打到15分钟的话 还有3分钟 平均你们还要握60次 是 这真的是一炮就是一个握 对 还有60次 是 我们看到EGAD刚刚这边也是做出来一个灰月 那其实这件装备做出来之后呢 对于高剑离的提升来说是非常大的 没错 他本来进场的时候就要承担非常多的伤害 输出这边做到了精卫荣耀 是 这件装备的话是对队友的一个整体的团战能力 有一个相对较大幅度的提升 都是特别大 攻击力和法强加的非常多 法强是增加60点 同时还增加你的等级乘以一个系数 我是这么看来这件装备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逆风局的情况 别出他 真的没用不如做点肉 但是如果你们本身是一个大顺风 你出这件装备 因为对方的经济不是很好 属性较低 你出这一件装备 你自己感觉提升不了多少 但是对面的眼里看起来 其实真的提了蛮多伤害 是 就是说顺风做他 逆风别做他 逆风做肉 这是辅助的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做这件装备之后呢 对于蓝伯和 应该说是百年这两名选手啊 是 爽的不行 因为他们输出频率高嘛 一炮一剑 这伤害更高了 没错 而且还拿了一个暴君buff 少主这边刚刚六神装了 感觉这边攻击抖不错啊 现在经济上领先一万 局势的话对于GK来说非常不利 LVR现在眼不动人了 张飞手上还有没有大招 杰斯是六神装了 摩甲输出闪现打两个 特殊战场 所以少主神能扛 根本不掉血 五公公无私 别当做了下来 做到了这个 朱出身被打掉 但是LVR这边被打了一炮打成四血 没有咬中 转身的话对于清下手 杰斯这边真的能扛 60%的眼神还没有倒 张燕的话 GK处一个团灭状态 剩下一个LVR怎么办 一个人独目难支 又一棒 一个大直截秒掉 这样的话 没有什么悬念 恭喜Sweeper 拿下第一局 是的 非常快 是 果然这次画的图标不一样 是 有信仰就能赢 谢谢大家 赞